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次的曼联新闻一分钟 昨天其中一宗大新闻当然就是英超出了赛程 大致上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上半季究竟是编排怎样 不过也要跟大家说一声 以下所有说的日子都是暂定的 因为有时都会有些赛事的编排就会退上或退下 另外一件事要跟大家说 英超开罗的时候都会闭门作赛 现在说到年底的时候就有机会招待小部分的球迷入场 即是说就算是初初开给观众入场的话 都会比较上不会坐满那么多人 坐少些人 一定会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我昨天在官网看到主要来说如果初初开球场给球迷入场的话 都会先招待球迷会的代表 即是说如果你真的有心去看球迷的话 首先要进入曼联英国那边的官方球迷会 先看看到时怎样安排 怎样抽签 还是怎样 因为这个赛季也是一个特别的赛季 入场看球迷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肯定如果大家有心的话 要多多留意 因为 很多变数可以告诉大家 OK 说回赛情 有朋友我看到昨天在YouTube留言 说觉得我们的赛情有点点先苦后甜 即管简单地说一说我们 接下来的赛季暂时是怎样看 第1个周 曼联没有WATEC 因为曼联和曼城 对欧洲赛季走得比较远 所以就多时间让他们休息 换句话来说 迟些就要补赛了 我们开罗那场球 原本是对搬尼 但由于停后了 要找日子去补赛 所以我自己觉得 是 没错 上季结束到下季开始 好像多了一个星期时间休息 但实际上你之后要再打 多一个一周两赛 给其他人 究竟有利还是有弊 我自己觉得 很难说 说回开罗日 曼联和曼城 曼士雙鸿都是没有球赛的 那一天 我想比较上终木的一场球 可能会是利物浦主场对着列斯联 因为列斯联是第一次 十几年了 回到英超 第一场球是对着 卫免的利物浦 会不会 阿比阿沙给一些惊喜 绝对是有可能的 到了第二个星期 我们有份踢了 我们主场对着水正宫 另外一场 相当触目的赛事 应该就是 车路士主场对利物浦 车路士就 第二个星期就已经对着利物浦 所以利物浦两个星期 都是 比较上有挑战性 我不敢说难打 说回我们 其实如果你看回我们9月10月 一开罗 水正宫 然后那个星期 就会作下巴拉顿 这两场球 我自己觉得 算是一个好的时机 去对着一些中下游的球队 因为 初初开罗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有些新的东西 我有点假设要做才评到曼联 因为如果 好说不要听 这个转会枪 真是没什么特别 球员买到 买到回来 可能是一些 替补的话 即是 很大机会 我们也沿用上一季的正选11人 即是上季季尾的正选11人去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假设我们又叫做整装待发了 休息了一段时间 这两场球 其实我想都是应付得到的 OK 应该都是应付得到的 但是当然 如果有些比较重点的收购来之后 例如 无论是我们的右边进攻 或者在中坚或者防中方面 都有人帮到手来到的话 希望加强到 当然 最希望就是说 在那个 团队的训练 即是说在一个防守方面 我们怎样可以联系得好些 好像现在有些朋友说 是不是打三中坚会好些 我们的中坚可能都需要多些帮手 亦都是在集位那里 亦都是很大的 漏洞 三中坚会不会帮到手多些 但是当然 你这样就变了 前线那里攻击又少了人 所以很多时候就有利有弊 所以 即管看一看 我暂时的评估 虽然我们这么多传万乱 或者这么多传闻 我想 重点收购 顶多都是只有一个 我猜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 9月开朗的时候 转会枪仍然未关闭 转会枪到10月5日才关闭 所以 我们到时就已经踢了三场 现在假设我们只有半个 重点收购 都是比较依靠我们的上季尾的正算上一人 这两场球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 初初 投赢了一轮 希望能打开两场的胜利之门 然后开始 这次真是难搞少少 包括10月3日 主场对热刺 另外17日 会坐下纽卡索 然后再连续两个星期都大波 24日主场对车路士 31日主场对阿仙奴 很奇怪的一件事 几场 比较重要的 或难打的赛事 都是主场的 因为 有朋友做了个表 就是说 我们曼联上半季的Big Six对碰 差不多全部都是主场的 去到下半季就全部做客 这个编排 我不知道为何那么有趣 对于我们来说是否好事呢 理论上应该是好事来的 因为主场的 说真的 得到分或者赢的机会是大一点 如果上半季 我们真的得到 比较多分的话 对于我们这个 暂时 都是打到气的状态 可能有少少帮助 说真的 说到尾都是取决于 苏斯一辰和他的教练团队 有没有机会可以真的提升到 我们除了打到气之外 亦都可以 有一些正面的变化 不要说打死正孙世界人 这样 这个就 拭目以待 因为说真的 我们始终不在卡林团队生活 都是一些评估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 不是太多 说真的 只是事实的 说真的 尤其是day to day的训练 我们不过是看到事实的一小部分 很多都是估计的 所以很多朋友就说 我早就知道 说真的 你怎样早就知道 你也是估计的 大家都猜猜猜 正所为 除非你告诉我 我每天在卡林团看着他们的操练 所以我很清楚 如果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的话 基于他们之前做过的事 或者我们看一些新闻的报道 作出一些评估 这样的 好了 那刚才也说了 我们在10月的时候 首先会对了 热刺和车路士 然后就是阿仙奴 然后万事打比 去到12月12日 就会发生 这场球 我估计 去到12月的时候 可能已经有 已经打了那么多的球 到时就知道 我们的 情况会如何 然后12月19日 这场球特别 我们很久没试过 跟列斯联作赛 有趣的 无论是12月12日 的万事打比 或者是 列斯联 我们都是主场的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很多重要的赛事 都是主场的 OK 好了 唯独是 我们对礼物浦的场合 是1月16日 作客 对礼物浦 就是作客 首先 都打到差不多 尾段 才对礼物浦 我多看清楚 有没有看漏 因为 一直都没见 对礼物浦 1月16日 才对礼物浦 就是作客 说真的 去到当时来说 真的 已经是变数 非常 非常之大了 究竟 会是什么情况 就真的 是到时才 可以说到 然后 那场应该是 第一个循环的 尾段 下半季的赛事 其实都 变排出来 老实说 下半季 暂时有时间 上早 因为 还有很多变数 然后 欧联欧白赛事 之后 会有很多改期 之内 所以会相当混乱 所以现在 我觉得 下半季 就不要说了 终合来说 都可以 跟那位 有位卖迷 或者很多朋友 都说 这件事 都叫做可以 这样说 因为 除了开锁 那两个星期 希望 可以 士气 可以震奋 一点 因为那两场 应该可以得到 但相反 水晶宫和白鱼顿 这两场 应该得到 如果有什么失险 都挺大 是吧 接着就有热刺 有车路士 有阿仙奴 所以 英超从来都不容易打 大家都明白 这一点 但是 编排 我自己觉得 都可以接受 不是 很正 也不是很差 我始终觉得最奇怪的 为什么第一场 我们所谓的强强对方 全部都是主场 我自己觉得 始终 你过分集中 一样东西 就是 不是那么理想 我觉得拉坏 会好一点 因为下半季 比较辛苦 当然 希望我们 早点得到多些分 像摩尼奴 最喜欢的 他说最喜欢的 就是在前面 等后面的人追 尽管看看 这个很大的 取决的元素 都是说 究竟我们是 这个 注目窗 买到多少人 买到什么质素的人 而买到的人 是否得到 苏斯一柴的信任 OK 还有 到12月1月的时候 我想很多 变数就会出现 尤其是 在管理层 会不会有变 大家都有 可能性 无论如何 因为始终 究竟是怎样 我们都 很难估计 很难想象 暂时 就是说着这里 先 各位都可以留下 看看你们觉得 怎么看 OK 今次的节目 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 Hello 欢迎大家收看 万联新闻 一分钟 希望大家 记得 CLS 就是什么呢 comment like 和share 最好就订阅 我们两个 港万联的YouTube 频道 这支 就想跟大家 介绍一下 又一个 转会目标 不过 这个转目标 比较特别 因为 他刚刚和我们 踢完一场球 就是西维尔的 集园球员 他就是 Sergio Reguilon 刚刚和我们 踢完那场球 大家都看到 他 真的看得不错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有位 记者 Marcus Banks 都说 如果我们要找 尤其是左闸 应该他 是不错的 我们在 西维尔的球员 被淘汰 我们都说过了 两个扎位 都是被人攻击的弱点 Sergio 受伤没踢 只剩下 Bandon Williams 帮我们顶着 虽然 Bandon Williams 以一个新人来说 就看得不错 但很多万迷都 有留言说 大佬19岁 你没理由要求 他已经是一个 完美的 球员 对不对 所以 而且可能我们 最需要 保一保强 在这两方面 尤其是 Sergio 经常受伤 Bandon Williams Bandon Williams 其实是有脚 他可能踢右闸 会比较顺 如果踢左闸 就真的差一点 所以 这位23岁的 Sergio Raguel 刚刚西维尔那场 踢得不错 让我们看到 究竟 他什么来头 跟大家讲讲 我有看 Facebook 讲一些新球员的 Page 他的Page 叫Football Talent Scout 他经常会为我们介绍一些年轻的球员 我自己很喜欢看他的 Sergio Raguel 他们也有介绍 是什么呢 原来他就是 其中 世界足球来说 U23的左闸 相当出色 他来自哪里呢 其实他是皇马的清分 不过现在 只是借了去西维尔 今季借了去西维尔的表现 相当出色 他也是 西班牙国家队的成员 我想他不知道是U队 还是什么 不是 如果已经23、4岁 就已经是 一队了 王马的有些评价 就说 马歇路已经32岁 其实 Regulon是一个 挺好的代替品 尤其是 接替左闸的位 但是 原来王马的领队 斯丹 就是想卖走他 所以来说 要买他并不是完全 没可能的 虽然在王马买人 一直都是比较麻烦的 OK 但是如果斯丹说不要的话 我想还有得谈谈 尤其是 如果Regulon是真的可以 帮我们做到一个 跟Soy竞争的正选 和是比较上 一个稳定的球员 其实Bernard Williams 走到右边 帮文比萨卡竞争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 究竟 斯丹会不会 因为他刚刚用了4千多万英镑 买了 Ferland Mandy 从里昂那里买了 会不会因为这样 冷落了这位 Regulon 有可能的 但是 并不是没有其他对手 据问 利物浦的领队高普都很想 签到这位球员 有趣的 暂时 Regulon只是1800万英镑的标价 但是当然 大家都知道 利物浦的财务上高 是很严慎的 所以他们暂时 已经买了 Coster Simkas 应该是土耳其 我忘记了哪里 欺聂各脚 欺聂各脚就买了 所以对Regulon 会买的机会是更加小的 OK 所以来说 如果曼联真的要 保强习位 这个绝对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如果1800万英镑 真的可以想 因为大家想想 其他左閘球员 包括 Ben Chilwell 都是要8000万磅 你知道成 另外就算推移球棋 Jamelle Lewis 就是诺域治 那个左閘球员 都要2000万英镑 如果1800万英镑 买到一个 这样的质素的 集位 其实 可以这么说 在现金的球团来说 算是值得 不要忘记 Regulon 东手都兼备 其实在防守方面 也是踢得不错 原来他之前 是西班牙U21 上不上大脚就不知道 之前是代表U21踢的 也是一个 挺稳固的 防守球员 助攻也能力是有的 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 曼联应该要考虑的 好了 说到这里 我想跟大家 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 对完西维尔之后 由于他们 承受到我们的三叉击 都承受得很好 对不对 但是大家想想 之前已经 跟大家说过 其实他两个中坚 都是看得不错 现在就说了 左閘也看得不错 其实 我又想带出一个 近期我经常提及的问题 没错 我们是很想买到一些很高质素的球员 回来帮忙 使得我们的防线也好 甚至进攻也是同样的情况 可以有更多的有才能的球员 帮我们效力 但是说到最后 又是那句 大家想想 西维尔 对完我们一场球员 和他们一直在欧白杯的进程 都是踢得不错 未来 好像今晚的决赛 对着国际米兰就知道了 究竟他们 对着比较实力强一些 的国际米兰有我们很多 好的旧朋友 究竟他们是否撑得住呢 因为 罢了他们撑得住 国际米兰他撑不撑得住呢 即管看看他们的防线是怎样的 但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防线 是真是一条线来的 是一个组织 并不是个别球员 我也是回回个老问题 如果我们那个防线 都是各自为政 不是打到一个团体的话 那真是 除非你买了整条西维尔的防线 因为已经是tune好了 那你整条放过来用 那可能真的可以 我不知道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当然我说笑了 怎会 西维尔也不会整条防线 卖给你 再加上老实说 西维尔这条防线 的而且确 在西甲那里表现得不错 因为今季 西维尔的 表现是不差的 但是 我们都说过 其实如果说纯粹数据 我们曼联今届的防线 好像不弱 但是每每 在一些 比较 重要的时刻 就有点失误 所以 我自己觉得 没错 我们在 平常的情况之下 就可能 打多点 我们的个人能力 但问题去到 一些比较重要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那个团体性的功用 就会显示出来 这个就是我自己看完 今年的曼联 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不过有趣的 我另外 昨天看了一篇文 正正有位 记者 写得非常精净 关于我们的后房 是怎样的 大家如果想看那篇文 好民分享 当然在大巴台 晚一点的时候 大巴台 就会有这篇文 我自己觉得 写得相当精彩的 大家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不过现在未有的 应该是这条片出了 不是的 差不多时间出了 应该是这条片出了 接着才出那条 记住留意大巴台 有一位记者 写了今年曼联的后房 写得相当精彩的 OK 这次节目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